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见贾乃亮有多宠爱李小璐 然而李小璐的性格叛逆 不喜欢老实的贾乃亮 因此在两个人结婚五年后 李小璐出轨批杠 刚开始没有得到证实 当两个人亲密视频流出后 最终李小璐和贾乃亮离婚 从此之后 李小璐便淡出了公众视野 很少在有新作品问世 出轨事件爆发后 李小璐的形象和事业都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她被取消了所有的代言和节目 她的微博和微信被大量网友围攻和骂声 她的名字成了一个让人唾弃的符号 李小璐在离婚后 就开始了自己的网红之路 她开设了淘宝店 直播间 抖音号等平台 通过带货 唱歌 跳舞等方式来吸引粉丝和收入 她也不断地晒出自己和甜心的生活点滴 展现出一个美丽 快乐 多才多艺的单身母亲形象 她似乎想要告诉世界 她不需要假奶量 她可以靠自己活得很好 现如今两人已经离婚四年了 两人也不似刚离婚的时候剑拔弩张 甚至为了女儿甜心 一家人还能再次一起游玩 值得一提的是甜心在李小璐的教养之下 成长得很好 落落大方 小甜心越长越漂亮 和妈妈李小璐也越来越像 尤其是与童年照做对比 让人不得不感慨一句遗传基因的强大 在一个活动现场之中 许久没有露面的李小璐 再度现身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之中 此次现身的李小璐 再度成功地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原因很简单 仅仅只是因为李小璐 全身上下肢穿着了一件深绿色的西装 这件女士西装 将李小璐性感惹火的身材 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引得活动现场观众频频侧目观赏 看上去依旧非常漂亮 特别有魅力 有网友就说了 这穿搭不愧是时尚弄场 什么都能驾驭的了 要是没有夜宿门事件该多好 对此你们怎么看 这几颜色都可以交替的 比如说你现在穿长一点的西服的话 因为像个子小的女生的话 如果穿长的西服的话 最好是配一个短裙 或者是配一个瘦一点的裤子 或者是九分或者七分裤 这样的话就不会显得 整个人下半盘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